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搞机作战室 本期针对机械师星辰15这台笔记本 给大家做了一个新手开箱验货教程 帮助大家快速了解和使用机器 教程分为两部分 一,开箱清单说明 二,初次开机引导设置 一,开箱清单说明 新机收获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第一步,检查包装 快递员送货时建议当面签收 若没时间提货时 注意要拍照存留 检查快递和外包装 内包装封条和箱体是否完整 如果出现包装损坏严重 或者已经被拆封 可以直接拒收 我们的内外包装封条 是会有二次封装的痕迹 因为店铺发出的时候 会对机子进行基本检测 并且检测无误才会发到您手中 拆开笔记本包装盒 我们找到的内部配件大概如下 一,笔记本电脑 二,电源适配器及电源线 三,产品相关说明书和保修卡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有两点 一,电脑是否完好 包括外壳,屏幕,键盘有没有 划痕,磕碰 另外,要看一下电脑配件是否齐全 如遇到有验货异常情况 请及时联系购买店铺的客服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二,初次开机引导设置 一,插上电源再开机 如果不插 在设置过程没电 容易因此系统设定出错 二,电脑有防触控设计 插上电源 长按开机键约两秒 不插电源 长按2到6秒就会开机 电脑启动后 会进入Windows11的初始引导界面 基本设置 这里选择合适的地区就好 默认选试 或者跳过就好 稍微等一下 这里可以任意命名自己的设备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一步是自定义账号名称 大家任意命名就好 创建密码完了 点击下一步 再次确认刚刚输入的密码 这里需要添加安全问题 大家选择自己容易记得住的问题答案 填选就好 我这里就快速跳过了 这一页是隐私设置 下一页 点击接受 完成以上操作后 等待几分钟 就可以看到Windows11系统桌面了 由于机械师笔记本初始系统 是预装硬件驱动的 所以进入到桌面之后 直接根据个人需求下载添加应用 游戏就可以 不用完成安装驱动程序 等复杂的操作 进入桌面后 很多新手朋友会困惑 找不到传统我的电脑图标 我们可以在桌面鼠标右击 选择个性化 找到主题 往下滑 点击桌面图标设置 勾选计算机选项 就可以在桌面显示 此电脑图标 右击此电脑 查看属性 就可以看见系统版本 CPU和内存情况 另外 鼠标在任务栏右击选择任务管理器 点击性能 可以查看主要的硬件配置 和你下单的版本是否相同 到这我们就已经对这台笔记本 有了基本的验机 包括电脑的外观 屏幕显示情况 运行中有没有异响 电池能否正常充电 以及流畅度如何 是否有明显卡顿等等 好了 以上就是新手开箱验货教程 初次开机使用全部教程了 对于这个教程有问题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 您的看法